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一般是指用以节击空中飞行目标的防空导弹和为其服务的全部技术装备 在这领域的自研方面 台湾这几十年来投入了上千亿的研究经费 今天老兵就为各位带来四款台湾自研的防空导弹系统 新来的观众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 订阅加关注永远不迷路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TOP4 捷铃防空导弹系统 此套系统是由台湾中科院所研发 是一套以天舰一型导弹为核心的陆射防空系统 最早是于1995年开始研发 并在1997年6月的汉光13号演习首次对外公开 随后在2005年正式成军并加入战备 正式肩负起台湾低空防空作战的任务 在系统构成方面 捷铃防空导弹主要由舰一导弹发射塔构成 此型发射塔配置有以舰二型寻标器改造的目标侦搜系统 射控系统由Windows 98平台编写 理论上 整个发射塔整合了目标获得射控能力 此外还配置有四枚天舰一型导弹 使其无论日夜均可以轻易地侦查敌机 不过 老式的捷铃防空系统却存在着一个问题 那就是Windows系统的先天稳定性比较差 再加上台湾缺乏螺旋升级的概念 导致该系统运作稳定度不够 虽然台湾后期对于射控软件进行了升级 采用了Windows XP平台运作 但是由于相关的硬件升级有限的状况 使得此套系统的运作稳定性是更加堪忧 全套的捷铃防空导弹只需要两个人便可以操作 射手与追秒手在卡车驾驶座上工作 也可以用电缆连接在车外操作 由于缺少其他整合装备 所以只要能够放置导弹发射塔的载台 都可以使用捷铃防空导弹系统 台湾中科院在最初研发时 曾经是以汉马车以及CM31装甲车做背负测试 但之后量产型则是以Toyota Dana卡车背负 这也是意味着捷铃导弹本身 并没有在车上配置被射弹储藏设备 在所携带的导弹打光了时 再装弹的时间会相当长 以此在导弹发射车进行作战时 会有一辆弹药车随同作战 车上可以装载12枚天剑一型导弹 不过随着现今时代的发展 老式的鞋铃防空导弹系统开始落后 现在正慢慢由陆射舰二防空导弹系统所取代 Top3 海舰铃防空导弹系统 此套系统也是由台湾中科院研发的 是一款短程防空近程防御武器系统 可以拦截敌方战机 直升机 无人航空载具 反舰导弹的目标 此套系统实属台湾舰影计划的产物 当年时任台湾海军司令的陈永康上将 指示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舰载短程防空反导系统 以提升台湾海军舰艇的防空能力 其成果便是首建于2015年 台北国际航太气国防工业展览会上的 海舰铃导弹系统 此次展览中出现的海舰铃导弹系统 为一安装于MK72基座上的16连装导弹发射箱 基座右侧有一座中科院研制的光电火控仪 以提供火控数据 到了2017年 海舰铃导弹系统分别于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 和台北航太展中展出 而于2015年展出的模型相比 2017年展出的新版弹体有着更粗的火箭发动机 使射程得以延长 尾翼则由四大片改为八小片 且前控制面与后安定面皆可折叠 使发射管所需的直径降低 发射器内的备弹数量提升 此外 新版的海舰铃系统舍弃了美制的MKG-2基座 改用了中科院自行设计的新型基座 并以此为基础研发出独立型和战系型 两种海舰铃系统的子型号 此版本的舰铃导弹 于第二年通过陆上飞控测试 与之配套的机械与侦搜设备 也于同年开始进行测试 而就在2021年6月份 安装了战系系海舰铃系统 舰2导弹系统 与海风眼雷达的高雄号测试舰 正式出海进行测试 也宣告着海舰铃进入了初期作战测试 及评估阶段 相关的测试已于2021年结束 并计划2022年进入小批量试生产阶段 到时候台湾又将会增添一款 强大的海上防空力量 TOP2 海舰2防空导弹系统 此套系统在台湾中科院的代号为TC-2N 其中N指的是舰载型 为舰载型主动雷达导引的中程防空导弹 具有全天候多目标 全向性 垂直发射 快速转向等特性 其作战定位类似于RM162 净化型海麻雀导弹 系统所采用的天价二型导弹 舰射型是改动幅度较大的型号 于2015年中科院赴巴黎航展进行展示 以及后续台北国际航太展 揭露的信息得知 舰射型无论是倾斜发射 或者是垂直发射 都会搭配一个直径较大的助推器 对于增加导弹升空的出速和与加大有效射程 有极大的帮助 紫柱推断的火箭尾口 有十字对称的TVC 向量推理装置 让导弹升空后可以及早转向 是目前世界各国 新锐垂直发射防空导弹 广泛采用的主流技术 当时由于舰载垂直发射系统 已经成为了需要应对多方向 多目标饱和攻击的 现代军舰的常见配备 所以台湾中科院最早于1998年 启动了垂直发射型舰二导弹的研制 然而垂直发射型舰二导弹的研发难度较高 且在舰体上安装垂直发射系统 需要大幅度的更动舰体结构 使康定级舰安装垂直型舰二的七成 一拖再拖 到了2021年才以 康定级舰战斗系统性能提升案的名称 出现于台湾2020年的国防预算中 而在台湾2021年9月的 五年兵力整舰 及施政计划报告中显示 海舰二导弹将进入量产阶段 由于将要装备大批量的舰艇 首批的量产需求就预计超过了200枚 所以为了满足导弹量产的需求 台湾中科院又花费了70亿新台币 建制新式导弹生产厂房 预计2022年6月全数启用 到时此导弹生产厂房 将使陆舰二与海舰二导弹的年产量 由每年40枚提升到每年150枚 极大的提升台湾的海上防空火力 TOP1 陆舰二防空导弹系统 此系统是台湾中科院最新研制的 野战防空系统 采用弹药为天舰二型导弹的衍生型 由导弹发射车发射 最大射程可以达30公里到45公里 最早出现于2007年的台北航太展商 使用商规福特体盘搭载四枚被射弹 其研发计划当时被台湾命名为禁奴专案 而整套的陆舰二防空导弹系统 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即一辆CSMPQ951封眼向位阵列雷达车 以及一辆CSMYS951指挥管制车 五辆四连装导弹发射车 所采用的都是德国MAN集团生产的 TGM18.320四乘四卡车底盘 而台湾研制此型防空导弹系统 最终目的是为了结合雷达陆射型舰二 与自制40快炮形成一个具备区域防空能力 弹炮合一的新型低空短程防空系统 而在2019年的阿布扎比防卫展上 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首次参展了陆射型的 天舰二型导弹防空系统 并在现场展示出了模型 当时透露的导弹射程为15公里 这也是首度关系的陆射舰二导弹的性能数据 不过也有部分新闻报道称 新型野战防空武器系统的有效射程为15公里 最大射程可以达30到45公里 到了2020年 台湾防务部在年度预算中披露 其陆军将耗资134亿新台币 采购舰二陆射型导弹系统 作为新一代的野战防空火力 全岸将于2026年完成 预计将优先态唤台湾第八军团所使用的解数导弹 而就在不久前的2021年10月1号 台湾又首度曝光了陆射舰二防空导弹发射车 不得不说台湾在这领域的研发速度是真的快 那么大家认为这些防空导弹系统性能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看的系列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 老兵会尽快将其安排成日程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